习近平2023年或被迫到访美国 否则失去重要话语权 2月11日 亲中共媒体《香港零妖》报道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2月10日发表声明 宣布美国将主办2023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中国一直看重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习近平一直为缺席APEC峰会 此次或被迫到访美国 参加会议 也不排除继续通过视频参会 但会其影响力或受到影响 据英媒报道 普萨基在声明中感谢APEC支持美国的主办提议 提到拜登政府致力于促进公平贸易 开放投资和竞争 普萨基又只对拜登政府来说 当务之急是成为APEC经济体强而有力 可靠的合作伙伴 并找到共同方式 为大家释放经济机会 促进繁荣和增长 普萨基还称 泰国计划主办2022年的APEC峰会 2024年的峰会将由秘鲁主办 时刻新闻播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